湖北仙桃的过早都齐些模式 早上起点我们就来到了仙桃通海口镇的菜市场 对于我们农村人来说 起点来菜市场已经晚了一些 这里有新鲜的脸棚 已经到了尾期 个个都长得快挤出来了 还有阿姨们煮好的老莲子 这里也是优质农产品的交易中心 这位大伯自己家的土鸡蛋 西瓜也不贵 做完农活吃上半个那真是舒坦 还有菱角 这个季节都是老龄脚了 适合煮着吃 这位开心的奶奶 摆的都是自己做的烟菜 有这个烟羊姜 炸胡椒 还有经典的盐菜 这长没的是抹菜啊 我还真不问的 你们知道吗 看到一位老爷爷挑着自己种的一点丝瓜 希望能找到合适的买家 我决定拍完视频之后 把爷爷的菜都买了 这里是大叔家自己种的这个玉米 虽然长得不好看啊 但是个个都新鲜 还有卖菜苗的 这个小小的你们认识是什么菜苗吗 继续啊 往里走 你们看啊 这里都是我们湖北的特色美食 干豆渣 没碗豆 家乡的味道啊 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 进入正题 要吃早餐了 油条米饺子 看到啊都想吃几个 我来先搞碗面条 我点了一碗凉面 三块钱 有两个妹的小菜吧 这面呢 看起来还是蛮劲道的 哎呀完了完了 高粱口啊 干的不得了啊 忘记买活的了 我起碗出来 寻找买丝瓜的啊 那位大爷 发现不在那边了 我又快速的把菜场走到个边了 还是没有找到 哎 我真应该啊 先买丝瓜的 此刻啊 我的内心呢 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内疚感 下次啊 我想邀请一个我的粉丝 一起过早 有没有愿意的 留下评论 地方呢 由你来选 我来请客